看誰比較狠 拿著一個超大國產 架式十足的料狠話 和沈玉琳對槍的人 是未來的主持搭檔Melody 放馬過來 一身鮮紅的華麗品口禮服 卻拿著超大勺子 原來是要呼應 兩人即將合體主持的 談話性節目熱炒店 宣稱什麼都能聊 完全沒有忌諱的話題 最近防疫在家 大家都關在家裡太久了 然後先生都不出國 所以太太都需要出來 這個稍微紓壓一下 玉琳哥太有趣了 可以可以 我覺得我先生 應該要學一下你的幽默 快別這麼說了 我希望學習你先生這麼會賺錢 都已經是人妻人夫 聊天尺度不設限 沈玉琳還自爆 婚姻生活中的小摩擦 我們的夫妻之間的那個嫁 有時候回想起來 覺得真的很幼稚 好像都是口氣的問題 問他說我那白襪在哪裡 哪裡 讓哪裡自己不知道 我說我不知道不行 奇怪 就是為了一個襪子放哪裡而已 就會構成吵架 搖搖我懂你 節目還沒開錄 光從訪問就已經看得出 兩人一冷一熱的個性 查狀出的化學反應 那我跟Melody的組合 我是認為是天造之合 外界形容說這個叫做小姐與流氓 也有人形容成公主圓丁 奇怪我都是基層的角色 很危險 我跟玉琳哥主持節目 我可能都講不出話 因為我一直都在笑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運動 我的那個六塊肌馬上就出來了 河谷養墓水的Melody 碰上不受控的沈玉琳 新鮮組合值得期待 節目預計八月播出 在深夜十一點時段 陪觀眾一起用愉快心情 聊熱門時事議題 TVBS新聞 徐坤香 楊慈音 台北報導